怎样容颜永住,怎样保持身材 永远都是爱美心人的热点话题,明星更是如此 先要谢那全身投满辣椒面蒸自己 还有养紫白水煮汤绝食成分七天 明星见起肥来究竟有多恐怖呢 这里是下谈鱼子香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细数一下那些极端减肥的明星吧 事先声明,以下明星减肥的方式过于上身 请观众千万不要模仿 蔡少芬一直是纤细苗小的身形 然而她却爆料道,早年和梁朝伟拍戏之前 刚好因为出门旅游,一天吃四顿而发胖了许多 所以经纪人就监控着她吃减肥餐 而且一天只能吃三颗蹄子,最后饿到浑身发抖 蔡少芬才打电话给经纪人说能不能再多吃一颗 可经纪人说不可以,因为这顿多吃一颗,下一顿就少一颗 最后,蔡少芬还严肃地发出感慨 一天三颗蹄子的减肥餐已经让人倍感震惊 可没想到,在场的宋雨琪竟然爆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减肥方法 她说当年出道之前,她一天只喝一杯美式咖啡 虽然这个方法让她一周瘦了八斤 但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极大负荷 除了经常感到头晕,她还从此留下了逆流性食道炎的后遗症 一天只喝一杯美式,逆流性食道炎,就是那时候减肥 这也让一旁的专业营养师听了频频摇头 她表示,过度节食带来的后果是无法勾量的 从胃疼到食道反流到习惯性呕吐 最后就会演变成胃癌 唐燕的苹果减肥法也曾蜂蜜一时 因为它本身就是易受体质 所以平时吃起东西来很少忌口 虽然偶尔也会不可避免地涨胖几筋 不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唐燕就会消耗一大盆苹果 只要饿了就吃苹果 但也有专业的健身博主表示 虽然这种方法对于唐燕可行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因为水果的饱腹感差 吃的时候很容易吃多 再加上吃水果带来的血糖不稳定 及其容易引起半夜吃宵夜的欲望 因此,水果减肥法很可能会越咸越胖 许位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减肥时期 她直接用一盆又一盆的水果代替晚餐 坚持数天后 许位周终于发出了秤坏了的感叹 让网友忍不住笑出了声 除了水果流派 明星里还有许多完全拒绝主食的人 就像刘诗诗 别看如今的她 一直是以体态出名的气质女神 但在曾经的青春期 刘诗诗其实也是一胖体质 她还无奈地说 自己当时喝凉水都会长胖 不过毕竟是舞蹈专业出身 刘诗诗必须要长年维持鲜瘦的身材 而她的减肥方法也非常极端 那就是五年来未曾吃过主食 虽然她也调侃自己都快成仙了 但那时的情况也容不得她多想 林允也一度成为极端减肥的重量级选手 而她减肥的主要方式 也是依靠改变饮食习惯 在她减肥时期的微博食谱里 反复出现的三样食物就是 黑咖啡 鸡蛋白 以及恶椒 虽然林允借此两个月报售14斤 但也有网友指出 这个食谱不就是毫无人性的 哥文哈根减肥法麻 这个方法除了反弹更会健康 此外 一天一杯奶茶减肥又续命的方法 竟然也被林允过成了现实 减肥的时候我一天喝一杯奶茶就行了 霍思燕孕后完美减肥的故事 一直是众人敬情乐道的话题 毒香曾坦言 霍思燕怀孕时每个月都会胖八斤 后来连医生都开始骂毒香 但霍思燕就是忍不住食欲 可神奇的是一出月子 霍思燕就立刻收住了胃口 不仅每天吃水煮蛋白和青菜 甚至连咸的东西都不碰 直到嘴里实在没味道了 她才加点辣椒面逼迫自己吃下去 霍思燕就这样整整甩掉了76斤 我们也只能说 女明星减肥的毅力绝非常人能及 众所周知 妍儿曾有一段发胖的历史 甚至一度被称为史上最胖的偶像剧女主 因此隐儿便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期间也对自己下了很多狠手 包括一天只吃柚子 一天吃一粒老干妈等等 但事实上 用这样的方法减肥最终还是反弹啊 就这样经历了好几次失败 隐儿才总结出吃饭三成饱 每天都运动的方法 最终一口气减肥近40斤 整个人患然一新 和隐儿一样一口气饱瘦几十斤的 还有马思纯 她曾坦言自己在拍摄段桥和左耳时 分别七天受了十斤 以及二十天受了二十斤 虽然这是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 但她的减肥方法 却是有种燃烧生命的节食感 因为马思纯在减肥期间 几乎不吃主食 除了每天只吃一顿饭 她还要完成大量运动 更夸张的是 马思纯甚至尝试过七天不吃饭 就在床上躺着 实在受不了就喝祸香症气烟 也正是因为如此恐怖的节食方式 马思纯留下了身体代谢降低的后遗症 从此也越来越难受 尹正则是凭借一己之力 带动了拳王女孩减肥 在拍摄并编时 因为剧组过于丰盛的伙食 尹正日益发福 而在由于演技以及剧情的加成 桑西蕊还是成为了 民国吃播界第一名男子 而尹正也自从拍摄结束后 就开始了身材管理之路 但她的减脂餐不是无烟无油的水煮菜 而是采用特殊恒人方式 做出来的闷菜 除了没有主食 以及没有一滴油 她的减肥餐可谓是燃养均衡 没有精油 然而碳水的缺失 以及能量摄入瞬间减半 还是对隐症的身体状态造成了影响 也让她背上了无效减肥的质疑声 比起以上明星拒绝主食 更夸张的那就是绝食系列 拥有宅男女神称号的周伟彤 就曾因此引起争议 今年4月 周伟彤一个月 说了25斤的话题登上热搜 至关网友纷纷点击话题 想要求的秘籍 然而大多数人 却对她的减肥方法望而却步了 因为在周伟彤的四届断食谱里 最后一步就是12天的断食期 也就是说 12天不吃任何东西 只喝水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到 12天只喝水 真的能活下来吗 减肥也是养子一生的事业 之前接受采访 她也表示自己为了减肥 走了很多弯路 不吃淀粉 一天一顿 清水煮白汤等方法 她都试过 拍摄龙珠传奇时更是夸张 她曾连续7天没吃饭 最终才受了4斤 要瘦饿到浑身没劲再上称 结果也只瘦了0.1公斤 直到后来调整了饮食以及运动习惯 样子才慢慢健康地瘦了下来 虽然直到现在 经纪人还在监视着羊子减肥 但她还是会用搞怪幽默的方式 调侃这种艰辛的历程 令人敬佩 凭借初雨循这一角色出道时 活泼可爱 经常苗条的郑爽 吸引了大批粉丝 然而郑爽的认知却出了偏差 她不觉得磨练演技才是受欢迎的方式 而一味地觉得我要更瘦 从2015年开始 本就受血的郑爽突然变得骨瘦如柴 除了面部凹陷 跟眼圈越来越严重 她的腿更是几乎已经成了筷子腿 而她采取的方式就是绝食 拍摄画壁的时候 谢南就曾说过 郑爽非常克制 抱着一个水果就可以啃一天 后来在《古剑奇谈》的采访里 乔振宇也曾提到她从来不吃饭 因此许多网友表示 郑爽在那段时间里 很可能是由于压力患上了厌食症 黄晓明则是男明星减肥里的小小者 今年年初 她为了欣喜 在短短20天里矿减20斤 当网友好奇地询问她的减肥密集时 黄晓明只是晒出了一张菜单 纸上罗列的一日三餐 既然只有空气 水和月光 虽然菜单有调侃的成分在 但她急速受生成功 确实是通过断食这种极端方式 欣喜的导演也说 黄晓明曾因为节食加连续熬夜 导致心脏不适 只能脸色惨白地趴在道具上 让人心疼难受 而黄晓明自己也在采访中说 减肥后会莫名其妙心机 脾气也变得暴躁 只能说 这些明星虽然受生成功了 但他们的身体也垮了 此外 明星们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奇葩减肥方法 就像谢娜 曾经的她为了减肥 可以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早年还未成名的时候 谢娜曾经没有钱办健身卡 于是 她便在全身穿上保鲜膜 就这样在九层楼之前来回跑 但一段时间之后 她的腿反而更粗了 更离谱的是 谢娜还曾尝试过辣椒减肥法 就是在全身都涂满辣椒粉之后 先是用手搓热她 然后让自己整个人进入蒸桶 开始瞎热 而且当时的谢娜还认为 这是在燃烧脂肪 比起谢娜不靠谱的偏方 而且用的则是美食激励法 当时 刚生完孩子的她胖出心结露 于是她也开始了漫长的减肥之旅 虽然刚开始试过只是代餐 这类错误减肥方式 但后来的她还是放弃了 花里胡哨的减肥途径 回归健康饮食以及合理运动 最后瘦身成功的她 还买了30斤的肉来激励自己 迪力热霸虽然拥有魔鬼身材 但她一直有着胖地之称 因为热霸一直是个行走的小吃货 除了在综艺节目上吃不停 就连同剧组的演员也纷纷感慨 热霸每次兴组都会带上许多零食 简直是行走的临时安利息 在一次采访中 被问及如何保持光吃不胖的 肉霸也调侃着给出了答案 暴饮暴食 然而这样得听毒后的吃不胖体质 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观众也只能一笑而过 看完以上极端又错误的减肥方式 其实娱乐圈里也有相对来说 健康减肥的迷心 比如杨咪 自出道以来 她的身材一向鲜收 体重长期维持在45公斤左右 而胃口本来就不大的她 也一直对自己有着严格的饮食控制 对于晚餐 她一向是5点以后尽量不吃东西 饮食饭后也要站立半小时 此外 她也会依靠运动来塑造自己的慢化腰以及大肠腿 因此 健康的饮食加上适当的运动 这才是杨咪常年保持S曲线的秘诀 前段时间 古丽娜扎再次美上了热搜 当天黑肠植加上黑色露背深微肠筋的造型 让她的颜值以及身材显露无疑 那么娜扎又是如何维持身型的呢 事实上 她对于饮食的管理已经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她平时严格地控制着摄入热量 每天只吃搓凉 蔬菜 水果 以及少量的剩肉 尤其是晚饭 除了水果以外 她不会碰任何东西 不过在节食的同时 娜扎这么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运动健身 这也是她健康减肥肃肃性的关键 然后去健身房 做一些有氧啊 慢跑步机 但是我不跑步就快走 最后 娱乐圈极端减肥的例子数不胜数 远远不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明星为了保住美丽的外表 也在背后付出了无数努力和坚持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明星的极端减肥方法绝不可取 毕竟一人受益金就能多赚很多钱 但我们如果跟着学 可能只会躺进ICU 下面讲本 你们如何看待明星的极端减肥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欢迎订阅我们下期再见